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宜林 由于中国施行防疫清零政策 上海禁止餐饮内用长达三个月 近日终于解封 餐厅和咖啡厅出现内用人潮 但与疫情知情相比 仍有落差 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 上海禁止餐饮内用长达三个月 日前终于解封 中央社记者实地走访商场美食阶级餐厅 发现由于受限于人流管制等防疫措施 尖锋时段店内用餐人数仍比疫情前少 民众人习惯叫外送 另一方面也有业者表示 尽管餐饮内用解禁 但考量民众消费力还未完全复苏 且对于内用仍有顾忌 店家如开放内用也会增加水电成本支出 因此现阶段仍先以外送为主 待一两周过后再重新评估 中央社记者吴波伟上海报导 乌克兰有一座小镇德米迪夫村拥有千年历史 几个月前就被大水淹没 至今仍有约50户防射还淹在水底 当局表示这是乌克兰军队为了阻止俄军 挺进首都基辅 不惜炸毁一座水坝所引发的水灾 尽管独有不便 居民表示在所不惜 这看似衣衫傍水的宁静景致 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但其实这片大水的下方是一整片被淹没的村镇 为了阻止俄罗斯军队向基辅挺进 乌克兰军队今年在俄乌战争爆发不久后 炸毁一座水坝 这个名叫德米迪夫的村镇 和周围数千英亩的土地 就这样被大水淹没 虽然因此成功阻止了俄军前进 却也破坏了这个有千年历史的村庄 还有许多居民无家可归 到现在都还有大约50间防射泡在水里 不过乌克兰基辅州州长列库巴说 民众很理解这个情况 也很自豪能够阻止俄军挺进首都 当局也会竭尽所能地解决 淹水不变的问题 Joshua综合报道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乌克兰国际民生遭到重创 超过千人流离失所 而列艇乌克兰的盟国成立制裁工作组 至今已经冻结俄国精英阶层和中央银行 超过3300亿美元的名下资产 而其中包括富豪的豪华游艇和豪宅 希望借此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 一艘艘豪华游艇停在船舶 但可能都是被冻结的资产了 自从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后 主要挺乌克兰的盟国成立制裁工作组 联合制裁俄罗斯精英代理人及权贵名下资产 至少扣留了五艘豪华游艇 并冻结俄罗斯亿万富翁拥有的豪宅 工作组宣布已经查封俄罗斯权贵和官员 300亿美元资产 并让俄罗斯中央银行无法动用3000亿美元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波及无数平民百姓 西方国家宣布制裁行动 这个特别工作组成立于 俄军入侵乌克兰三周后的3月17号 成员包括美国、澳洲、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 和欧盟执委会的高阶金融及司法官员 希望借此增加对莫斯科的经济压力 或使俄罗斯总统不停结束战争 制裁工作组日前 由美国财政部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将携手合作 继续追查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人士的资产 为无端侵略乌克兰付出代价 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孤立莫斯科 使克里姆林宫难以在全球市场使用资金 而日前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也宣布 将禁止购买俄罗斯的黄金 借此防堵俄罗斯富豪逃避制裁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近年来LGBT平权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 不过在世界上许多地方 LGBT的处境仍然堪忧 中央社记者前进印尼 泰国、印度、土耳其、法国、加州和台湾 从宗教、法律、性产业剥削 LGBT难民跨海重申 同志收养及生育等面向 带领观众探索LGBT 喊为人知的故事 以及争取平权的一线希望 但是这条路还是 就是应该要走 然后值得去走 请锁定中央社新闻专题 LGBT的困境与围光 如果教科事物变得好看 是否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呢 由美感细胞推动的教科事物改造计划 串联多位台湾知名设计师 将课本重新设计排版编辑 多元的美感设计体验 希望让学生从小培养对美的感受与创造力之外 也能更有效地成立机器 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设计师 可是问题是 我们过去的教育形式它是很断裂的 就是国因素制设 然后分门别类的分科系 那彼此之间是比较没有在互相沟通 跟互相理解 那导致了这么厉害的设计师 出了社会之后 企业组不买单 政府部门不买单 消费者不买单 那我们的角色有点像是 我们希望把各种台湾最好的设计 多元的美感带给孩子们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在探索 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是 有可能在未来它会变成一个趋势 或是有可能它会对一个孩子 产生某种形式上的影响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把它 导入我们各式各样的教材里面 教育这件事情它每天都在发生 然后它是全民的基础值 教科书价格一直都不够合理 所以它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 就是就算它想做 或它曾经尝试过 它可能会在体制内的限制下 被不同环节 就被就是被剔除掉 那样的可能性 对那又因为没有 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所以就会很难 做新的尝试 我觉得初期那几年 就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在拜访 请教 然后一直讲我们想干嘛 然后一直被打枪 然后或者是鼓励 但是并没有要实际跟你有什么互动 那后来开始可以有讨论 或者是它会教你东西 因为它知道你想学 对那到后来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平行的讨论 那后来我们更专业 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大概就八九年来 大概就是每两三年就有一个蛮大的进展 这样子 我们也确实走了很多绕路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懂设计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出来的 号称的美感教科书 事实上也有很多设计上的误区 后来所有专业设计师进场 然后我们一开始整理出教育设计的流程跟方法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合作的设计师也会觉得我们是有专业的设计流程的 他们不会觉得好像就让他们发挥 然后他们也不确定这个学科他们熟不熟 对反而是我们有一些引导跟讨论 让他们更了解教育要学的重点是什么 对所以让双方都认知到就是这个衔接的平衡点跟共识在哪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它是实际要被用的 所以大家都有要妥协的地方 那环台发述它比较像是一个记录 真的去看实际的现场 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beat back回来 比起纯粹是用文字的问卷 所以才会有环台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去拍摄 实际到仿效观课 了解老师的使用情境 那我们才知道这东西 跟我们想象是不是一样 对 那这才是环台发书的 其中一个目的吧 我们很想验证那一套课本 到底对不同的孩子来说 我们当初设计的那些预想 就是有没有真的让他们 更好用或者是发现 更有兴趣等等 就是他有没有达到他 我们原始设定的那些目标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很想知道的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各种孩子 就是真的包含 就像刚刚说都市跟偏向孩子 或者是不同学习程度的孩子 然后另一个层次就是 我们必须要相对可以验证 这个计划是代表很多人的取样 或者是支持的来源 你课本的一些设计 在他们的使用情境下 他们会想出各种有趣的用法跟玩法 学生们开心 老师也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好的设计还是会有它的影响力在 虽然我们不会说这设计像救世主一样 设计出来每个人都可以考一百分 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它确实能够在学习动机 跟它的认知理解上 有提升它的帮助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扬成吧 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办法用钱 很快速追上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推动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 它可能是一个十年以上的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教育的改革 或是一个文化养成 你一定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它是一路积累下来 那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计划 在一开始的初衷 那为什么挑选教科书 也是从这样的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章商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五一零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